这事儿和国教学院脱不了干系 他曾在择天记里展露头角 让戏份不多的庄幻语入目三分 是沙海里在星月饭店 几金四座全权到肉的张启玲 一个明明可以靠流量 却偏偏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男演员 而近期在热播悬疑喜剧 反骗天下中卸下古装扮相的肖哥哥 又化身高能少年米若 高冷艳液行走的百科 这么能演这么会打的少年 动物宇宙行动表情社 等你来踢馆 行走的表情包 行走的表情包 规则用方言或外语 念出以下流行语 并用你的表情包完成演绎 老爷爷地铁看书籍 第二是迷品 迷细品 逆片 逆细片 第三个 放学别走 加身话 放学火来走 火来走 放学 就你放学走 看我carry全场 carry全场 我差点笑出声 给我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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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康 好 这个环节就完美地结束了 你看康康 你评评 有没有觉得 之前完全被 肖雨良的隐事角色 蒙蔽双眼 卸下一幕光环 原来还是没宝藏男孩 如果想继续解锁 下面这段开箱视频 反正信息量很大 自问自答 自问自答 规则 请嘉宾用自言自语的方式 认真回答一下 无聊问题 如果你能再多聊几句 粉丝们会很爱听 据说肖雨良与 EDGM 同场竞技 王者荣耀时 第一个就送了 人头送了一血 有没有不服 这个是一种尊重 其实当时 是为了公平尊重 让他们觉得我狠菜 然后我故意去送了一个人头 结果证明确实有点菜 听说肖妈妈养了一条狗 明明叫米若 却很怕肖雨良 有没有从此不想回家 看微博也能发现 其实我妈对我的关系来说 比狗好 就是我妈对狗比我好 刚不是说废的吗 反正就是对狗比较好 但我还是挺想回家的 我想康康我家的狗 好久没给我康康了 反骗天下明明是一部悬疑一句 为何方圆米若一同荒 但都是AWSL 就是什么 反正这个笑死我了是吧 我要死了 对不起 这个意思 哦这个意思啊原来 因为 原来我说你算是很意思 因为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就是 兄弟好兄弟这个东西 是吧 你上个月完成一档旅游类 综艺节目的录制 有没有很刺激的花絮分享 特别刺激 刺激的点就在于我在里面 几乎全程都说的是英语 刺激不刺激 一般人怎么敢录这种节目 然后我就去录了 我把我从小学到大学 一直生活的英语 全部都说了 你觉得多少金的女生 适合公主抱 我觉得一百金已经 已经差不多了 真的 因为我之前有拍戏 拍过一次就是 抱一个女孩 然后带着被子 一起把它抱起来 抱起来 完全抱不起来 小语良跳极乐镜头是好帅 想看看你的solo 想看你solo 也让disco是什么样的 6 7 走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个龙 在你胸口上 画一个锅 腹肠 左边右边摇摇头 我最近用的先给你 第一个表情帮忙 就是派大新在说Oligate 第一个表情帮 Oligate 就是让她加加油什么 还有就是一个 这个 请你离开 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可可爱爱 没有脑袋 我觉得这个猫特别怪 就是试图清醒 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发的最多的 试图清醒 还有就是这个 我自己的一个表情帮 编语狗 真的扯 所以才叫表情帮 没事 你不信 你不信 不信 你不信 还不要 你不信 你不信 你不信